不死少年揭曉悉慘聲勢 邪色長龍在斬鬥丁小鬼 大家好我是五個光 繼續為大家帶來鬼滅之夜 刀殭屍村篇的漫畫劇情解說 上西所導血厭殘繞覺醒賀刀 少年揮舞長龍間連斬三手 喜怒哀樂的頭顱都已驅干分離之後 卻意外發現還有第五隻鬼的蹤跡 貪智昂靠著靈敏的嗅覺 終於在重重干擾中鎖定了他的位置 玄迷 往東邊方向走 第五隻又藏在那個方向的地蛙處 我掩護你 快去 藏滿少年實現了自己的承諾 但消滅第五隻鬼的路途注定不滿荊棘 花音剛落 呼嘯的狂風便在他這行深周 形成樹道龍卷 靠著日輪刀艱難的定住身形 從他飛沙走時間 卻遙遠的看見熟悉的雷杖已經高高舉起 在雷芒即將落下的刹那 迷豆子的身影閃現在激怒身側 眼看利爪就要命中敵人 一柄長槍卻半路殺出 貫穿而過的同時 將迷豆子死死盯在樹上 雖然同為鬼神 這樣的傷勢可以快速復原 但在血骨剃肉的疼痛卻是真真切謝 激怒迎著插曲片刻的分神 視線回歸前方時 那左骨烈焰已穿身而過 赤刀起落間帶走持有雷杖的手臂 照滿少年此刻展現出來的實力 遠超鬼王無燦傳遞給眾人的情報 這般成長速度 讓身為尚嫌的激怒都略感震驚 這念頭還未散去 少年無奇的龍頭竟一股作氣 咬向半空中的陰翼惡鬼 長龍遊走間空襲的陰翼竟被雙雙斬落 看著激怒和空襲接連遭受重創 哀絕有些難以置信 而布滿柳葉紋路的手 卻也在此刻抓住她的頭顱 轉頭望去迎接她的是 迷豆子嗜血的眼神 照滿少女接下來的行動 卻是大大出乎她的意料 手中發力帶著自己的身體穿過長槍 鮮血噴湧的同時 迷豆子也如八爪魚般纏上了哀絕的驅幹 不等她有所反應 那冠以鬼殺之名的暴血術室 傾客間便將她拉入血色煉獄 在兄妹二人的聯手下 再次回到四去其三的局面 斷臂尚未再生的激怒連聲大喊可樂 場上唯一還能行動的惡鬼 卻沒有讓激怒失望 楓葉普善起落肩那熟悉的楓葉大印 再次蓋在造滿少年身上 同樣的楓葉空洞 同樣的楓壓肆虐 看著東中的少年 可樂感覺勝賢在握 目光開始搜尋持槍的玄迷 她所不知道的是 那血色長刀帶起的赤焰長龍 早已將勝負天秤的砝碼加滿 待她回過神來時 劉葉已經將她慈善的右手 和她身為尚嫌的傲慢 一同吞噬殆盡 連斬兩人的造滿少年 仍不忘繼續鎖定第五鬼的位置 並隨時通知玄迷 而已經十分接近敵人的不死少年 卻是心急如焚 按照探長通報的方位 明明就在附近 卻完全沒有任何敵人的蹤跡 西邊 再往右 很低 就在你附近 很低 很低 玄迷下意識的低頭 居然和那個顫抖的身影 對上了視線 這第五隻鬼也太小了吧 下一隻扣動板機 閃射的彈丸 卻對這沒有膝蓋高的小東西毫無威脅 追擊間 玄迷內心十分崩潰 誰能想得到尚嫌的本體 竟然是一個這麼小的切弱老者 而隨著日輪揮向老者搏鏡 更加令他崩潰的事情發生了 老者不躲不閃 只是慘叫連連 那銀色刀刃精準地斬向喉堅 坑將之聲響起 玄迷的日輪刀竟然直接斷牆兩劫 縱使暴躁如玄迷面對這個結果也呆了幾秒 明明只有一根手指粗的脖子 自己的刀居然完全砍不動 不死少年抬起黑色槍管 側氣彈丸 寒怒射出 卻依舊無法阻擋老者離去的腳步 玄迷只能眼睜睜地看著 那個看似弱小的身影 消失在自己的視線當中 伏伏雙智 禍不單行 後景寒毛倒數 手臂復原的激怒 手吃雷仗朝著玄迷命門刺來 即便身上有的再多秘密 身為人類的玄迷 如果被這樣刺中 也絕沒有再復原的可能 似乎是感受到了死亡腳步的臨近 玄迷眼中竟然出現大哥的身影 是的 就是九柱之一的封柱 不死穿石迷 而她甘願捨棄一切也要成為柱的理由 居然是希望得到大哥的認可 再為當年的事情好好道歉 故事還要從玄迷幼年說起 她們的母親是一個並不高大的女子 甚至幼年的玄迷就已經比媽媽還高了 但就是這樣看似弱小的女子 卻總是在忙碌 玄迷的記憶中 媽媽幾乎就沒有休息的時候 更是屢屢擋在最久的魁梧父親身前 用自己的身體阻止落下的拳頭 玄迷永遠忘不了那個漆黑長夜 雙妹五人幾乎等到天亮都沒有等到媽媽回來 而很早就出去尋找母親的石迷 也同樣沒有消息 就在大家都憂心忡忡的時候 卻突然響起了幾觸的撞門聲 弟弟妹妹急忙跑去開門 玄迷卻本能的覺得哪裡不對 但已經來不及阻攔 門被開啟一道黑影衝入屋內 門邊的弟弟妹妹瞬間血如泉湧 玄迷側臉也被擦傷 昏暗的屋內卻完全看不清 襲擊她們的是什麼東西 正當猛獸再次向著玄迷撲來時 哥哥石迷卻突然出現 用自己的身體把野獸撞出窗台 玄迷快逃 哥哥旅去前的爆荷喚醒了玄迷 屋內的弟弟妹妹均是嚴嚴一息 跑到街上尋找大夫的玄迷 卻見到難以置信的一幕 自己的母親滿身是血倒在地面 而她面前手握屠刀的竟然是大哥石迷 媽媽 為什麼 你為什麼殺了媽媽 殺人犯 你是個殺人犯 而這刺心裂肺的場景 正是玄迷心中歉意的源頭 後來的她才知道 那晚襲擊她們的野獸 就是變成了鬼的媽媽 而哥哥為了保護她們 與野獸戰鬥了整晚 卻在黎明來臨之時 才發現襲擊家人的就是母親 那是一種怎樣的絕望 而她拼命保護的弟弟 那一生生的殺人犯 無疑抽走了石迷內心最後一點溫度 就在前不久 他們才剛剛約定了要一起保護家人 父親因為太過混帳被人刺死 最年長的他們需要撐起這個家 停留在腦中的最後一個畫面 是約定守護的那一刻 哥哥何序溫暖的笑容 玄迷為了得到哥哥的認可 即便無法使用呼吸法 也掙扎著加入鬼殺隊想成為助 只因石迷曾經冷漠的言語 你這種遲鈍的傢伙才不是我弟弟 別留在鬼殺隊了 唯一的遺憾或許是致死也沒有聽到 石迷在叫自己一聲弟弟 在這生死刹那 赤焰長龍再次波動命運的指針 斬弱手臂的螢幕在線 玄迷得救 不要放棄啦玄迷 你不叫成為助嗎 再來一次一定可以的 充滿希望的言語 讓玄迷待在原地 眼中似有光滑閃動 但瞬息萬變的戰場 可不會留出感動的時間 手握長槍的身影出現在探製航身後 剛剛救下玄迷的他 此刻也陷入死境 血鬼術 雞肋刺突 長槍帶出速到衝擊 不留死角的 向灶門少年啃噬而來 糟了 要中招了 血肉分禮聲響起 灶門少年發現自己毫髮無損 而身後的玄迷卻是千瘡百孔 去吧 這一次讓給你了 快去砍了他 雖然擔心玄迷的傷勢 他這樣也知道 這可能是唯一能夠斬殺對手的機會 臉色一凝 提到再向第五鬼的方向奔去 見到本體的他 同樣驚訝對方的個頭 但手上的動作卻是沒有絲毫持 赤刀揮舞劍帶起血色昌龍 在那左骨燕浪的籠罩下 向著牢者脖井之間撕咬而去 任入血肉 饒著慘叫間 我們終於看到他舌尖的切字 照滿少年這一刀能成功斬首嗎 本期內容到此結束 下期預告 夾住脫困 鋼鐵種摧微 我是無閨光 感謝你的觀看 歡迎點讚 關注 轉發